當我們去傳呼音時,有些人因為他拜開偶像,覺得很難不拜 早先 你所說的情況有兩種情況 他相信這些偶像可以播到他,或者覺得早先需要我餵他,燒出來讓他可以吃 另一種是,其實我都可以相信,不過我相信這些事情怎麼辦呢?是另一回事 我覺得這些情況最好是去問他 你覺得這樣拜是否有用呢? 這個說話文法不太好 例如說,你為何會拜呢? 你覺得對於他有甚麼幫助呢? 你拜是有甚麼,實際有甚麼幫助呢? 有些人會說,的確有很多人這樣說 我們小時候就這樣拜開的 你覺得這樣拜是否有用呢? 這樣拜是否有用呢? 可能他說,不知道的 不過不斷拜開,如果沒有人拜,日後他就餓了 有些人會這樣說,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 這個問題就是說,其實看這個人有多開放 如果他有開放的時候,其實我們真正祝福到我們的家人 如果有一個真正的神,由中國人拜開祖先 到底是否收到呢? 燒了之後是否收到呢? 有些人都會去想這件事的 但我又覺得,經歷聖靈有些人改變 我曾經幫過一個人,是他本來拜了偶像的 因為他經歷到聖靈,所以他就不再… 他就不再... 因為他經歷聖靈,是知道神是真的 如果講理論,中國人只是一個人 他離世後是否一定會收到 是否對他有益處,是否有幫助 這就是令他反思 但他真的不肯,因為他覺得是,很難改變 我們可以讓他想的是 他們早晚懸賞佛教,以為佛教與他有關係 只是一個教師,他只是擔保不住信佛 起初時是紀念祖先 后来就拜祂给祂吃,祂有食物 这件事是否可信呢?有没有根据呢? 但圣经是很肯定的,尤其当你的家人在世的时候 祈祷真的会得到病得医治,身体改善,舒服 这是理性方面的,经历性就是帮祂经历圣灵 理性方面就是告诉祂听,我们中国人所拜的是否可靠呢? 另一个问题是家人的压力,家人压力就是 我们有时教导他们的小朋友,家人一定要强迫祂拜 有些小朋友真的信耶稣,我会跟他们说 如果是小朋友,我们会这样说 如果有些成年人真的说我相信耶稣,其中一个 其实我会觉得这样,避开这个话题 祈祷经历的神是否真实? 这样站一套,然后先说,你可以回家这样做 你的心就拜耶稣,敬拜耶稣 外面因为你现在不能够,他家人,他老爷等等 控制他,所以他不能够改变 外面就说拜,但里面就在拜耶稣 这是一个处理方法 另外,其实我早点问,说到一个问题 如果有些人想信耶稣,但他说我家人拜开 其实都是同样的方法 那你就自己相信耶稣 那你需要拜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 放着家人的控制 你就自己一路拜的时候,一路想着敬拜耶稣 这是一个对于那些真的想信耶稣的人 这个是困难的,的确是困难的 有些人勇敢,就真的愿意站得硬,站得稳 这样的时候,也有些人是改变的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引致很多人不肯信耶稣的原因 是很可惜的 但如果当你看到神那么真,就会经历到圣灵 有时候家人病,就有一个机会了 中文字幕 杨茜茜